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斯依旧为臣下 国家大事基本上都交由他们来完成 秦二是远没有秦始皇难的雄才大略 他只顾自己享受 好在他一开始的心地还不算坏 上位之后他就想着要释放蒙田将军 毕竟蒙氏一族的忠心耿耿是众所周知的 再加上北京的安全确实需要蒙田将军 可是赵高却不这样想 他跟蒙义兄弟有大仇 如果蒙义兄弟得宠 那么自己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所以赵高一心就想着要除掉蒙田和蒙义 他开始使坏 诬陷蒙义 史记蒙田列传记载 赵高和秦二是说 成文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 而意见曰不可 若知贤而于福利 则是不忠而获主也 以臣于义 不若诸之 其意思是告诉秦二是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 就有意立你为太子 可是蒙义屡次见言阻止 如果他明知道你的贤能 却又阻止先帝册封你 那就说明他不但是不忠 还是苦惑先帝 所以以我之余见 不如杀了他 其实赵高也没指望一次就说服秦二是 史书上也是说 赵高日夜毁恶盟时 最终秦二是实在是架不住赵高的多次山东 同意了 赐死蒙义 蒙义死后 赵高把目标就转向了蒙田 蒙田之前因为拒绝制裁 此刻还被关在大牢之内呢 秦二是派遣了使者 对蒙田传达了道令 君治过多矣 而清地义有大嘴 法及内使 意思是说 你蒙田身上本来就有过多错误 再加上 你的弟弟蒙义有大罪过 所以你也是难逃罪责 蒙田当真是哑巴是黄连 有苦说不出 只能对着使者说 蒙是一族三代为家 为秦立下了赫赫战功 虽手握三十万精锐之士 但绝无逆反之心 可是这些言辞对传昭的使者来说毫无作用 甚至他都不会将这些话上传给秦二是 毕竟人家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蒙田在临死前绝望的发出 我何罪于天 无过而死户 自蒙义和蒙田被杀了之后 大秦的实力就开始慢慢的走下破路了 其实赵高心里也清楚 随着秦始皇的驾崩 秦帝国就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于是秦二是和赵高就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巡视帝国 史记秦始皇本期记载 正年少初纪委 前首未疾父 先帝巡行俊献以释江 威府海内 仅艳然不巡行及渐弱 无以臣处天下 意思就是要效仿秦始皇 用巡视天下来震慑住那些妄图为非作大的人 很快 浩浩荡荡的巡视行动又开始了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秦二是 这是秦二是的第一次巡游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巡视的路线很多和之前秦始皇的地点都是重合的 还故意在秦始皇历的时刻旁边也留下了时刻 这次的巡视范围虽广 但是持续的时间却很短 途中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秦二是很快就返回了咸阳 回到咸阳之后 秦二是依旧是忧心忡忡 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 皇位是怎么得来的 所以在面对朝堂之上的众多大臣始终还是心虚的 他害怕 万一祝公子知道了真相 那自己就惨了 根据《史记秦二是皇》本信息载 秦二是问赵高 大臣不服 官吏上强 即祝公子必与我真 为之奈何 赵高首先是肯定了秦二是所言不虚 他回到 臣故怨言而未敢也 先祭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 西功劳是以相传久矣 经高速小见 陛下姓称举另在上尉 管忠世 大臣泱泱特以貌从臣 其心实不服 大致意思是 先祭之大臣大多都有巨大的功劳 而我赵高出身卑微 只因为皇上信任才能管事 现在众多的大臣虽表面上称服于你 但是心里面却都有自己的小舅舅 接下来 赵高更是发表了丧心病狂的灭国之论 他表示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言法而克行 令有罪者相作诛至收足 灭大臣而远古肉 凭者负之 见者贵之 敬除去先帝之故臣 根治陛下这所亲近者敬之 此则应得归陛下 害处而皆无色 群臣莫不不认则 蒙厚德 而陛下则高枕四至宠阅已 即莫处于此 意思是 继续严苛刑罚 扩大打击范围 将有罪连坐和株连进行到底 直到灭族 重点打击那些有功的大臣们 反其道而行 让贫贱之人富贵起来 这样他们才会感激和拥护新竹 尽量替换掉先帝的旧臣 在朝中选用一班新人员 安插自己的亲信 这样突然富起来的人 新人 亲信等 自然而然的就会对皇上感恩报德 那么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秦二世听闻之后 竟然答应了 于是就有了 行者相伴于道 而死人日成鸡鱼寿的景象 大批的功臣良将被害 那时咸阳的大牢是仁满为患 各个宗亲大臣们纷纷如鱼 讽刺的是 在那个时期 征税多的官被称为好官 杀人最多的执法官被看作忠臣 而秦二世的暴行还远不止于此 他因为害怕朱公子对他的皇位产生威胁 于是 诛杀皇族的行动也开始了 所用的理由无非就是连坐朱延 网罗到朱公子的一些莫虚有的罪名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十二位公子都被斩首射中了 更惨的是十位公主也都被肢解而死 在众多秦始皇的子嗣当中 史书上有名有姓的 除了长子扶苏 幼子胡亥之外 还有公子蒋吕三兄弟和公子高 据说公子蒋吕三兄弟是忠善之辈 可能是实在找不到什么罪名 最后被冠上莫虚有的不臣之罪 可连公子蒋吕三兄弟距离立真无果之后 呼天不应之下被迫寒冤引箭自杀了 而公子高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 但是他担心逃走之后会连累家人 所以寒历之下主动上述秦二世 恳求为秦始皇殉葬 秦二世得知之后很是高兴 正好省得去找借口了 于是赐钱十万作为殉葬费 让公子高陪秦始皇去了 2000多年以后 现代考古学家在秦始皇陵附近 一个叫上娇村的树林中 发现了有17座甲子星的陪葬墓 其中8座被成功发掘 除了发现大量的皇家之物之外 在其中的7座墓中找到了7具事故 母男两女6人身处一处 推测是死于枝姐酷刑 这应该就是被秦二世残杀的兄弟姐妹的墓 另一座墓中只找到了一把铜箭 应该是某个公子的衣冠中 这个发现也验证了史记中有关这部分记载的真实性 可怜秦始皇本想着自己的秦帝国可以传承万万年 却没想到去世的第二年 子嗣就手足相残 最终只剩下了胡亥一个人 而历史告诉我们 胡亥这样的作为也必将要走向末路 秦二世自继位以来 秦法变得更严 群臣担惊受怕 史记《李斯列传奇》载 法令诸法日益克深 群臣人人自危 欲判者重 秦二世还想继续修建厄旁宫 修建直道迟道 黎善牧也要继续建 百姓是怨声载道 睡说的事越来越重 兵役和劳役从不停止 大量戍边的人死于其中 秦二世的种种暴行 已经将之前强大的秦帝国置于极度危险之地了 然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只知道贪图玩乐 后来在赵高的宣说下 他干脆就不上朝了 整日躲在宫内贪图深色 朝堂大使基本上都把持在赵高的手里 公元前209年7月 秦始皇刚走才一年 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就开始了 首先是被蒸发到去渔阳戍边的900多名士兵 在大泽乡遇到了大雨 道路是泥泞不堪 无法按期到达终结 按照秦法他们是难逃一次的 此时担任屯长的陈胜和吴广觉得继续赶路也是个死 倒不如揭竿而起 或许还有一些神迹 而且戍边本来就是个苦差 死在戍边的人多达十之六七 在天下苦青久矣的大环境下 大家就想着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史记陈胜世家原始记载 惠天大禹道不通 夺以诗妻 诗妻法皆斩 陈胜吴广乃谋曰 今亡一死 举大祭一死 等死 死国可乎 这里要注意 有关陈胜吴广齐的原因 史记的记载可能有误 因为根据考古发掘 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形墓出土的诸简中 有关诗妻有明确的记载 意思是说 朝廷征兆令下达 如果不去 要罚两套铠甲的钱 逾期三到五天的 要严厉的斥责 逾期超过十天的 要罚一套铠甲的钱 但是如果因为天降大禹 则免去处罚 按理来说 出土的竹简 比史记要更加的贴近事实 那么遇到大禹应该就不会出发 所以这里有关陈胜吴广齐的由头 是存在疑点的 但无论缘由是什么 总之到了7月份 陈胜吴广设断的农民起义就开始了 他们杀掉了秦的卫官 率大众进攻大则乡 获得胜利之后继续攻击齐线 然后一鼓作气继续北上 进攻战略要底成 这一路的战斗非常顺利 加入起义军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很快起义军的规模就达到了数万人 骑兵千语 战车六七百胜 这个时候陈胜自立为王 号称张楚 自死之后各地民众纷纷效仿 揭竿而起 大秦国土之内到处都是反秦的团体 过秦论是这么描述的 斩目为兵揭竿为齐 天下云集响应 之前被秦国灭掉的六国故土 本来就有反抗的认识 现在遇到了这么好的机会 自然是不会放过了 于是赵王 燕王 齐王 魏王 韩王等 都举兵自立为王了 虽然项羽和刘邦也是在这个期间起义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实力还太弱 只能算是众多企业军中不起眼的队伍 陈胜和吴广的队伍 依旧是当时的主力 他们队伍中的周文部继续向西攻打了韩谷关 此时的军队已经扩充到了几十万人 他们的目标是直取秦都咸阳 当攻打到西的时候 秦二世和赵高都大为震惊 因为之前他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只是些刁民作祟 没几个人 谁知道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人就变成了几十万人 连秦都咸阳都受到了威胁 秦二世很慌 赶紧命大将张涵迎击 其实这个时候秦国大将已经凋零 著名的王氏家族中的王俭 王奔都已经不再人事了 只留有王黎将军 而蒙氏家族也早就被灭了 所以能够拿出手的将军并不多 张涵已经成为了秦朝的军事支柱 而张涵也确实是一代良将 勇猛无比 可大秦连续多年的大兴土木 南边还要镇守百岳之地 北边还有戍边对付匈奴 这些都占用了大部分秦军的精锐 所以国内兵力还是比较空虚的 张涵就提议 附近离山还有修建皇陵的几十万劳役和刑守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建议武装他们 此时的秦二世那是说什么听什么 同意大赦天下暂停修皇陵 让张涵率秦军和这几十万的行徒迎击周文部 周文部虽然有几十万兵士 但是战斗力并不强 而且他们是孤军深入 所以在遭遇张涵的反击之后 很快就溃败了 最后周文被迫自尽了 而另一边吴广所下的部队正在围攻刑阳 刑阳是中原重镇 吴广久攻不下 干脆就将其给围了起来 张涵在解决掉咸阳附近的威胁之后 就直奔行阳救援 后来吴广在内部斗争中被自己人给杀了 最终吴广部队也被张涵锁灭 公元前208年12月 陈胜起义军兵败如山倒 陈胜被自己的车夫所杀 然后车夫率部队投赏了张涵 到此为止 历史上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就告一段落了 虽然整个起义时间只持续了六个月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但其影响力却是十分惊人 之前虽有天下苦亲久已的怨言 但是因为极度惧怕秦帝国的威严 没有人敢武力 可这次起义 不仅是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 更重要的是 让老普大众们看到了希望 就像是星星之火 鼓舞了大秦各地各阶层的人 开展了反秦的动争 陈胜吴广之后 两股重要的反秦势力 就开始走进历史的中心 起兵于会计的项梁 和起兵于沛县的刘邦 项梁的起义是有基础的 他本来就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 当年秦楚之战中项燕战死 而项梁和项吉逃了出来 项梁是项吉的叔父 也就是之前楚国的贵族熟读兵书 文化程度很高 项吉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项羽嘛 人尽皆知 他从小就身强体壮 长大更是身高八尺有余 力气固人 能徒手举顶 他跟着叔父项梁学了点兵法 后来就成为了西楚霸王 这一对叔父 一直都有反清的想法 后来因项梁背负人命 两人就躲在了吴中 而项梁在吴中的威信很高 贤士大夫皆出其下 在陈胜吴广起义几个月之后 他们也是杀军手 起兵反清 十分高调起步 搜集了所属各县之后 得到了八千精兵 还有不少梁将追随 又因为相使 曾经是楚国的冥蒙旺族 起兵伐秦又是名震言顺 所以投靠他的人 那是相当多 很快 部队就扩充到了几万人 获得了初步胜利之后 在薛帝上一大使 历史上 著名的毛氏范增 也就是在此时出现的 他以七十岁的高龄主动投奔向梁 并为其出谋划策 在范增的建议下 向梁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 一个叫雄星的人 用立他为楚怀王 向梁自称为五姓君 而同时起兵于佩信的刘邦 在经历了一些战事之后 加入到了向梁的队伍中 有关刘邦这个人 日后单独出视频 来详细的聊一聊他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他其中的原因 刘邦担任四水县的艇长 后来他负责押运行徒到黎山 在途中很多行徒都逃走了 刘邦欣赏 等他赶到黎山 估计人都跑光了 索性就要大家都给放了 这个举动反而让些行徒认为 刘邦值得追随 最后又有了斩白蛇的故事 瞬间让刘邦撇上了主角的光怀 初期的刘邦势力弱 打了不少败仗 索性就投靠了向梁的军队 向梁起初的时候 那是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秦军接连吃败仗 这难免让向梁骄傲了起来 后来在定讨 张涵获得了增援部队后 大败储君 向梁战死 这里的增援部队来源 史书上记载不详 紧接着王梨的生意就出现了 所以有人推测 增援部队很可能是王梨所率的 北方抗击匈奴的金睿之事 之前蒙田被判入狱之后 北方金睿就交到了大将王梨的手中 张涵认为 向梁已死 储君已无占领 所以他就渡过黄河 向北方复立的赵国开战 赵军大败 随后王梨将军将赵军围困在巨路城中 而吃了败仗的储君 不得不改变西津的路线 退守到了蓬城 楚怀王任命配供刘邦为武安侯 项羽为长安侯 冰封两路 命宋运和项羽率军北上 救援被围困的赵军 命刘邦率军西津向关中请军 楚怀王还和诸位将领约定 谁先进入并平静关中 谁就做关中王 不过救援赵军的主将宋毅 想等秦赵交战之后 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行军至安阳之后拒捕前进 歇起了四十六天 这可是急坏了项羽 他刚失去了叔父向梁 还急着入关呢 所以干脆就杀掉了宋毅 率军持缘俱入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历史典故 破釜沉舟 项羽率军渡河之后 命人凿沉船只 并毁掉烧饭的锅 他想不留后路 让全军抱有誓死如归的精神 这极大的鼓舞了楚军的士气 最终楚军大审 大将王黎被擒 拒鹿之战 让秦军主力受到了重创 张寒在经历了战败之后 受到了赵高的怀疑 再加上反秦势力日渐强大 无奈之下 张寒向项羽投降了 最后项羽率领大军来到了兴安 在这里他意识到 归降的大量秦兵 对秦途堪忧不好控制 于是项羽在兴安 坑上了二十万大秦的乡兵 实际上项羽对秦的仇恨非常之深 在之前的战役中 他就图过城 手段是比较残忍的 另一边 刘邦所说的大军一路西行 进展顺利 一路攻占了陈流 武官 蓝田 大军直指关中 此时大秦已经是穷途末路 当时最强的将领张寒都已经归降 所以大秦还有不少士兵 征守百岳 但路途遥远 征守百岳的赵佗 最后更是毁掉的道路 聚显而守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道兵且治 及绝道聚兵自首 至此大秦的灭亡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大秦的朝堂之内 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情 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了他 就是丞相李斯 他也是沙丘之谋的参与者 也算是秦二世上位的功臣 可惜后来和赵高产生了矛盾 赵高就一心想除掉李斯 刚好李斯的儿子李游打了败仗 这让赵高找到了由头 开始设圈套 让李斯钻 最终在赵高的计谋之下 李斯被处以残酷的刑罚 在咸阳百姓面前被腰斩 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在李斯死后 秦二世离赵高为臣相 朝中大小事都有赵高把持 秦二世不上朝不问世事 此时的赵高算得上是大清的隐形皇帝 全清朝野 但他还不知足他想当皇帝 却又不敢贸然行事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幕 他献上一头鹿给秦二世 并当着大臣们的面故意将鹿说成了马 秦二世还笑话赵高竟然不认识鹿 一些惨媚赵高的人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顺着赵高的说法 一时间连秦二世身边的人都不敢发表言论 而那些说实话的大臣们 后来都被赵高秘密处置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典故 赵高心里清楚 大清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 恰好这时他听闻百姓说 不应该立胡亥当皇帝 应该让扶苏来当 可能是为了平息民怒 又或是妄想反秦之士能够停止攻秦 赵高决定逼迫秦二世退位 他找来了自己的弟弟赵臣和女婿 一起密谋商量 《资质通鉴》其载 赵高是这么说的 尚不听见 今世级 欲归获于武宗 武寓役至上 更立公子英 子英仁解 百姓皆宰其也 就是说赵高想除掉秦二世 让更得名声的秦二世兄长的儿子子英来起位 随后一千多名士兵闯进了秦二世所在的望夷公 秦二世自知无法逃脱 一再降低要求 从武院得一郡为王 降到了愿与妻子为前首 比诸公子 可是都没用 最后不得不挥剑自吻 胡亥作为秦始皇的幼子 一个被赵高硬推上皇位的人 日子还没风光几年 又因为赵高而亡了 不管他是出于本意 还是被人带跑偏 总之自继位以来没有干啥好事 对这样无道的君王 也算是他最有应的 秦二世自吻之后 赵高就召集了群臣以及宗氏公子 通报了其自吻的过程 并立马就立了胡亥兄长的儿子子英为秦王 注意这里不是皇帝 仅仅这是王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 赵高是这么说的 秦故王国 始皇君天下 故称帝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才成为皇帝 现在六国复立 秦帝变小了 不应该空有地好 还是像从前一样称王吧 后来秦二世被草草下葬 标准和老百姓一样 赵高让子英摘戒五日 再去宗庙受王席 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子英并不傻 他知道赵高杀主大逆不道 于是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上了对策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也就是说 赵高立我为秦王并非真心 而且听闻赵高和楚军的诸侯私下商议 要灭掉秦始宗族 然后让赵高来当关中王 赵高很可能是想趁我去宗庙 接受洗婴的时候下杀手 所以我干脆称病 到时候赵高肯定亲自来 只要他来 我们就杀了他 子英也是个狠人 结果的确如他所料 赵高亲自来了 中了子英的埋伏 然后被杀 这还不算完 要知道赵高在朝中多年 宗族势力比较强 以防后患 子英干脆诸命了赵高三祖之人 然后再继位为秦王 可此时的秦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但他没有放弃 调兵遣将 想和其的大军决意自然 子英虽然想再抢救一下 但整个秦国早已经是人心惶惶 根本就没有对抗之力了 就这样 子英继位后的第46天 刘邦的部队就率先攻入了咸阳 子英率爱妻子 投机麻绳 牵着白马拉得无任何装饰的车 手捧玉玺伏节 投降了刘邦 到此为止 大秦帝国灭亡 吟氏家族辛苦经营多年 在秦始皇手上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本想传世万年的帝国 却在他离世仅仅四年多的时间 就轰然倒塌了 有关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和秦帝国灭亡的原因 史学家们和感兴趣的学者们 早就已经做过太多的论述和说明了 在这里我就不献丑了 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来史书的记载也并非是完全正确的 说不定你的推论就更加有道理 好了大秦帝国虽然灭亡 但接下来围绕刘邦和项羽的故事 却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